好看 追追追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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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彩帶撒下 全場激昂 瘋狂歡呼 中信兄弟 奪冠啦 2024年 台灣大賽的總冠軍 拿起啤酒 超教練 憑野秀衣狂噴 這時候 不管你是學長還是學弟 統統一樣 來洗啤酒浴 因為相隔一年 重返台灣大賽 兄弟不只克服 過去第五戰星魔 甚至還收下對史 第十座總冠軍 而在這關鍵GAME5 先發投手 德寶拉 功不可沒 寶拉要注意喔 還好 我們要獲勝 是一個MVP 給我爸爸和我媽媽 從今年初開始 德寶拉接連面臨喪父喪母之痛 狀態也因此受到影響 但他沒有低潮太久 這回台灣大賽表現亮眼 更在G5這場 駐投七局 僅持一分 不但拿下分場MVP 更獲選台灣大賽勝隊最優秀球員 單場三安 曾崇恩打得火熱 生涯首次參加台灣大賽 表現不輸前輩 不管是打擊率 拳類打打點 都是團隊最高 同樣獲選系列賽MVP 開心嗎 他更開心 我來這邊就是要拿總冠軍啊 你穿黃色比較好看 真的 黃袍今年才批上升 陳俊秀就跟著球隊一同收下總冠軍 忠信兄弟這次能有好成績 不少球迷也特別感謝牛棚教練王建民 真的是要看每一場的比賽 每個出場選手是帶著上場 那希望你們就繼續為他加油 因為了解每一名球員 才能不為外見聲音 在最正確的時間做出完美調度 而除了他之外 今年底才剛由球員轉教練的大學長周思琦 對球員們的表現更是讚賞 那我要謝謝小兄弟拿下這個總冠軍 那因為我明天生日 然後謝謝他們送我這生日禮物 曾經是場上的議員 更了解他們在大賽時 所承受的壓力和辛苦 現在坐上冠軍寶座 下個球季 忠信兄弟的表現更讓人期待 東森新聞 陸志傑 蘇玉環 台中報導